李宗盛哲和若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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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今天來 最重要就是看了熱意的 就是對嗎 影片可以回去慢慢再看 沒有人在門口 這就是有我們的DV 甚至慢慢看 看貝爾十塊都沒關係 但是我想因為你看過以後 那我根本沒看過會有些差別是真的啦 因為你沒有看到瑞拉在裡面的 她其實很有...這個片子 我還是不要先講片子 其實蠻真實的 裡面不是看到都很happy的裡面 所以其實有機會可以看到這個片子其實蠻好的 在個五分鐘我們來試試看事情的時候 我們內部其實有兩個討論 就是要讓熱比亞的老公來 還是要讓熱一拉來 我們到底要邀哪一位 所以我們那時候討論 中間討論的過程很有趣 就是我一直是主張要讓熱一拉來 因為熱一拉在電影裡面 她有反駁她媽媽 就是我們...我們...這其實很真實 就是我們在...我們在... 我們在推動任何的事情 你一定有家人的反對 你一定有朋友的反對 包括...包括我自己就是這樣 我媽媽每次看到我幹嘛就會打電話給我 所以今天又上電視講這個要幹嘛 那我媽媽她不一定是反對我 但她就會擔心我 那同樣的熱一拉在這個電影裡面 她跟她媽媽也有類似 她主張她覺得應該先把兄弟姐妹救出來 你現在一直弄這個的話 那我好不容易把你救出來 現在又四個被關 那你接著又開始馬上去做 關於威吾爾族人的事情 那我們那四個兄弟姐妹永遠都不會被放出來了 所以她有那個掙扎 她覺得說你要先救自己的家人 才將兩千五百萬的威吾爾人嘛 那她媽媽不覺得 她媽媽就說沒有那麼簡單 一定不是去救我 你只有救這兩千五百萬的威吾爾人一起救 才有辦法真的把自己的小孩也救出來 那我們沒有這個選擇 沒有說先選什麼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就吵架 那我個人因為常常跟我媽媽吵架 所以我就有點喜歡說來看這個叛逆的人 請這個叛逆的人來 因為她還是支持那個理念的啊 她不是因為這樣她就支持中國政府 她不是說喔人回中國政府 在菩薩爾族人不是這樣 理念相同 但是有家庭裡面的親情的這個紛爭的這個對抗 那這個是我很喜歡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長大的 我跟我媽媽的裡面其實並不一樣 但是我們常常在吵架 那我有時候我弟跟我妹 他們是自己也要在中國做生意 但他裡面也跟我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也常常要吵架 所以這很有意思 我就覺得應該要找他來 那會有更多的話題性 那在這個電影裡面有更多的 我相信有很多年輕一代的人 其實很喜歡這裏啦 所以後來這個我的主張勝利啦 就勝過找爸爸來對不對 勝過找他也是他的祈福 所以應該勝過找老公來 我覺得總是 女兒 叛逆的女兒來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一點 好 補充這邊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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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相信等待必然會有回到 那我想我不要廢話多說了 那我想今天的座談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 那在今天這個座談進行的一開始 那我介紹一下跟他說 今天我們能夠介紹這個場地 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謝徐家欣提議員 徐家欣是不是站起來接受大家的這個 謝謝大家 嘉欣也是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們全台灣放映一百多場的 這個愛的十個條件這部影片的首站 我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真的非常謝謝嘉欣的力挺 那天這個全場是爆滿的 滿滿的人走到全部都做滿的 真的非常謝謝嘉欣 然後在左手邊這位是我們中研院的 正式所的徐師見徐老師 徐老師有去長期在關系國際的這個人權國際的局勢 那今天也很希望 徐老師有機會跟我們來一起分享 這個他所了解的這個維族的這個 國際的在國際人權裡面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最主要我們今天的主角 這個瑞拉的女士 那我們等一下也要請他來跟我們聊聊 那他對你的生活 那他自己的 來想要的這個最主要的目的跟他的看法 那但是我想在整個之前呢 要開始進行之前 我想先請嘉欣 嘉欣來跟我們分享幾句話 是不是掌聲再歡迎嘉欣 謝謝 謝謝我就坐著講 大家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當然首先非常高興 瑞可以到台灣來 那麼我們很高興可以看到他 不是只有刻過這個螢幕而已 可以看到真實的他更加美麗 去年十月底 我們在這邊放了第一部影片 就今天的情況 就如同上一次的情況 都是一樣的 也就如同我們 跟East of Turkey style 所有的朋友一樣 遇到的困難 總是每一次都有 各種不一樣的這個 barrier 有同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我們 終究會克服他們的 所以影片可以順利放完 就表示我們達到了一定的目的 那上一次我記憶的最深刻 是為了要跟主角 這個Sky P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畢竟千辛萬苦 因為我們很怕 我們在那邊給我們搞鬼 然後有很多technical的問題 那最後我們還是克服 在這個地方 跟他能夠做對談 那今天 最開心的還是 另外一位 也是在我們這個 影片當中的領主角 在這個現場可以跟我們分享更多 我想時間很寶貴 我不要多說 等一下 我希望那個 是不是劉寶寶先生 也可以坐我的位子 我就可以下去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想 我也不要多說廢話 我就請 瑞拉女士 瑞 然後跟大家來 簡單的分享一下 這次 這個 來台灣的這個想法 跟她自己的感受 那我想 在瑞拉女士 之前 我思維瑞 請你幫我阿玉老師 一起來上來跟我們一起做 然後請掌聲 謝謝 謝謝 非常多 謝謝 謝謝 Thank you for very much coming and watching this movie today It shows that not only you're supportive and also really I gotta say you probably enjoy the movie very well I am going to have to pass it Whatever we want to talk right now I'm kind of getting nervous I'm really glad to be here today I'm getting so much support and everybody is supportive and so warm and welcoming I didn't expect this at all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this But it's really amazing How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acting The pas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I am going to take care of I am going to see you and so welcome Hi I am going to take care of I am going to call Milk 好 是不是先請李老師跟我們講一句話 李保華李老師 長期來都是非常非常吸食國際的人 真的 李保華李老師 我是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 我覺得是共產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 但是我不是有經驗嗎 我覺得在中國除了共產黨推選集團以外 我看所有在那邊住的老百姓 一度是被共產黨剝削也是被共產黨壓迫的 但是我對維族人的關心 主要是在2001年的911時間以後 因為當時本來我知道的情況是 共產黨跟塔利班集團在一起構結 怎麼突然之間共產黨跟美國含同一個口號 說反對恐怖主義 我就知道這裡面一定有文章 就果然沒有做就知道 所以反對恐怖主義 就是借這個反恐怖主義的口號 來鎮壓新疆的維族人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就開始 不當主義也開始寫文章 但是真的給我有機會 好好發表的是在2007年 但是這個歐爾巴基金會 有一個研討會 去講小國和大國的關係 所以其中要我談新疆 也就是東突而起市場的問題 所以這裡面我就找了很多材料 做一個報告 我以前在美國的旧亞洲電台 用維族文大概分八次 大概對全世界廣播 所以後來熱比亞 就知道與我這樣的漢人在這裡 在重慶的支持他們 對抗中國昆灘的鬥爭 但其實我並不是成全中國人 我是一般漢人血統 一般滿人的血統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子 我對昆灘的那一套 我是非常的看不慣 特別對漢話 對弱勢族群的那種欺凌 我隨時也是抱著抗拒的態度 我今天很高興 得來女士到這裡來 我是第一次見面 當然在電影上看到過幾次了 我想在這裡講一下 因為這次秘莊本部 月長會考這個活動 現在是紀念七五事件 七五事件的一週年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七五事件一週年前夕 中國共產黨號稱是 他們是要翻軟對為主人的那種鎮壓 採取安撫的政策 所以就把那個王樂泉 就是新疆第一書記 到北京 是調指的 不是說他當時處置錯誤 我是把它調指 到了中共中央 政法委員會做副書記 仍然負責 鎮壓 中國的少數民族的 事務 同時呢 他說要資源 用經濟上來支援 維族人 讓維族人富裕起來 這個採取了什麼抽資呢 就把新疆 東坡這塊土地 分做十九塊 讓中國的十九個省市 來支援他們 幫助這個十九塊地區 的維族人富裕起來 後來我查了一下這十九個省市 為什麼不是三十個 原來呢 就是哪一個省份的少數民族 比較多的地方 就不讓參加 所以呢 內蒙自治區 寧夏維族自治區 廣西莊獨自治區 西藏藏獨自治區 還有少數民族多的地方 雲南 甘肅 青海 貴州 甚至陝西 因為陝西也有回民 都不讓他們參加 也就是所謂 所謂幫助少數民族 幫助維族人富裕 是讓 漢族來幫助少數民族富裕 而其他所謂的民族 他認為是不可靠的 如果跟維族人在一起的話 可能對中國造成更加不利的影響 所以不讓他們參加 這就是共產黨所謂的 暗撫維族人 而且讓我想到呢 過去中國人不是說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不是說什麼 那個法國年齡之後 說是帝國主義列強 瓜分中國 現在我說看到的 是讓中國的十九個省份 來瓜分 東托爾奇斯坦 這個就是 新型的中國帝國主義 就是他們把新疆當作 他們的子民地 他們說拿錢來幫助新疆富裕 其實不是 是新疆拿他的資源來幫助中國富裕 因為新疆的資源裡面 煤廠量占全中國的百分之四十 天然氣占全中國的三分之一 如果沒有這些 中國的經濟就不可能在現在這樣發展 所以他刀國為英 明明是維族人在幫助中國經濟發展 那他反過來說是 中國人來幫助維族經濟發展 這就是共產黨這個騙子 所以我想今天把這個事情講一下 讓大家明白這個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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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請徐老師跟在座再多補充 我是不是也先請徐司堅徐老師跟我們再講一下 謝謝 謝謝今天有這個機會 與其說 謝謝有機會讓我看第三遍電影 呼呼說 謝謝讓我有這個機會 能夠接到熱衣拉 這麼有魅力的女性 那我覺得這兩天在電視上 新聞上已經看到她 我剛剛在跟她聊天的時候 我說呢 她應該在我們台灣接受一個專訪 一定會吸收很多粉絲 她一定會吸收很多粉絲 然後她一定有一個想法說 她可以來台灣開一個分店 她不是在 我們都開一個 說你又來接 你又來接 然後順便可以重新 所以馬上我們就已經很歡迎她了 其實我今天本來要講一些比較震驚的事情 但是看到了 其實就是說我覺得這個電影裡面最感恩的部分 就是忍真度的部分 然後因為我自己跟我家庭的政治意見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也蠻會 就是說在政治跟親情之間的一種緊張揪渴 因為我是外傭 可是呢 我是比較偏綠的 所以我始終跟我家裡有這種緊張的關係 Anyway 我還是講點比較震驚的 就是那個 GASTE林間已經 林老師已經講過很多關於這個 中共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 關於這個 東獨或者是 或者是新疆的問題 我比較長途是那個 王毅雄自身的作品 因為王毅雄我已經認識他 我在北京也跟他聊過 那麼我覺得王毅雄的作品裡面 有一個最深的感覺 就是說 我覺得是這個悲劇 我覺得是個悲劇 因為 因為按照王毅雄的分析的話 新疆未來認知的衝突 是比西藏更嚴重的 而且 感覺上 可能流血的作品是很難逼的 很難逼的 因為這裡面有一個很深很深的究竟 我覺得他講的最有趣的一句話 就是說 現在新疆問題已經巴勒斯坦化了 我去過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 我覺得巴勒斯坦實在是 就是被以色列壓得很慘 但是我沒有去過新疆 可是我馬上 他這麼一講 我馬上能夠理解到這個意義 因為巴勒斯坦 在 你跟一個 我去跟一個巴勒斯坦的小孩子 十幾歲的小孩子 實際上他是個游擊黑 他們 他帶我去一個地方 他帶我去一個墳墓 那個墳墓裡面埋的全部都是小孩子 被以色列炸彈跟機箱殺死 那麼 這說明了什麼 這是一種仇恨 這是一種仇恨 那我覺得現在 現在新疆也在上演這樣一個 一幕 一幕這種悲劇 這種悲劇 這種悲劇 那麼我覺得就是說 這幾年的問題實際上 我認為實際上有三層 第一個他是民族的 他是民族的 他是民族的 其次 他是一個政治問題 各位都知道 剛剛林老師說過 共產黨這個高壓的統治 譬如說 他說了一個笑話 他說李鵬呢 他說李鵬覺得經濟不好 要叫趙紫陽回來當總理 結果趙紫陽說 你讓我管什麼 他說我讓你做管經濟的副總理 趙紫陽說 我又不是維族人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讓你當副手 在所有的少數民族 自治區的書記 永遠是漢人 永遠是漢人 那麼其實王立雄 比較了西藏跟新疆 他發現 在一般的政府機關單位裡面 在新疆的裡面 維族人占的比例 遠遠少於在西藏那邊 西藏人所占的比例 所以是維族人在政治上 也是受共產黨的打壓 所以這都是政治上的問題 現在更嚴重 他還有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其實從過去就有 這個建設兵團 建設兵團雖然是所謂的啃荒 實際上呢 他有點像囤啃 他有點像囤啃 其實過去漢人做過這種事情 他佔了很好的水源地 他佔了很好的水源地 那麼是上游的地方 所以現在呢 更不止是這樣 現在漢人 在新疆佔了差不多 人口40%多 那他們的經濟是強勢的 經濟是強勢的 那維族人在這種 還有其他少數民主 由於不熟悉漢 所以在中國 整個內地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呢 實際上他們是被這種經濟發展的過程邊緣化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非常複雜 而且現在看起來 正如剛才林老師講 這個中共解決這個問題 最根本的思想是沒有改變的 他的思想還是用一種強勢的經濟 繼續它一種持民化的政策 我認為如果這個政策 這個思考最基本 這不是哪一個政策的問題 是一個基本思維的問題 基本的思維就是不讓維族人 自己來生死 不讓維族人有自己的意見 一種政府 自己在政府裡擔任重要的職位等等 如果這些東西都不改的話 我是相信王零雄其實所做的分析 就是這個未來是一個比較悲觀的未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相當複雜的 講回來 我覺得說這個電影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種具有很好的教育性 很好的教育性 所以我覺得呢 希望這個壓力士 希望能夠動回來我們台灣 這裡也有很多你的朋友 希望你做回來 來這邊跟我們交換意見 來教育我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師傲老師 那我想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大概還有差不多20分鐘左右的時間 那我想各位也許有些問題想要來問這個樂於阿 沒有在座的我們的很多這個政家 那所以我想我就現在開放問題 那開放這個各位來質問 那有個問題嗎各位 有問題想要問嗎 是誰來把麥克風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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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to make sure your mom says that she was uneducated that's what I heard Is that true? And after or maybe a day log she got educated Can you tell me what's going on? Chinese did not educate her She might say She didn't finish the high school, that's what she meant Back then like about maybe 50-60 years back then we don't have a system there you finish school 12 years in eastern turkistan you go up till 8th grade and that's the highest you go and you finish everything else back then my mom finished up till 7th and right after all that thing over the school system became 14-12 years the high school that's what she meant she didn't mean she never went to school but she didn't finish the high school that's what she meant 我母親的意思是說 她畢竟有讀完高中 因為中國他們進入 東突爾西斯坦大概五六十年之後 他們才建立了12年的學校教育 就是每個人可以接受12年的學校教育 但是我媽媽那個年代 在東突爾西斯坦 他們最多只能夠接受到八年級的教育 所以我母親她七年級讀完之後 就沒在接受教育了 所以她並沒有讀完整個12年的過程 只是她說沒有說完教育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想問這個問題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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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就是像 Rabelle Cadet 或是 月威拉這樣 就是在 以及其他所很 其實想很多的就是 很多的運動者這樣 就是在 在中國之外的地方 努力的推動 就是說推動 風格基斯坦民主和自由這些 這些運動者們 他們有沒有一個管道 能夠跟自己故鄉的同胞取得聯絡這樣 因為 因為 畢竟在海外去推動這些東西 其實最不好一直能影響到 就是各個國家的政治這樣 就是各個國家的政治上層這樣子 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自己的 對於這塊土地的同情 但是 但是最終 如果要感覺這塊土地的現狀的話 也許還是要靠自己的同胞就是 Rest against the suppr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可是 那這樣的話 有沒有一個辦法 能夠跟自己故鄉的同胞去取得聯絡 然後讓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有另外一種選擇這樣 是的 我答案 rang 詫團 Po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s very hard for us to contact people in the Eastern Turkestan. We can if we want. It's not a big problem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where in the world. But the problem is once you call, it doesn't matter. Forget about our family. We're the biggest enemy of China. Just the regular students and, you know, the simple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y make a phone call, everybody's phone is tapped. The conversation cannot go beyond, how are you, I'm good, and all that. If you ask any more questions, the family is in trouble. Again, we have about a thousand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we have a majority of Uyghurs in Kazakhstan and Turkey. They have a better connection to Eastern Turkestan, better than people in Europe. So, and then we made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people in Turkey and Kazakhstan so that they can convey the message to the people in Eastern Turkestan. That's how we connect, and that's how they know what my mom is doing for, you know, what she's doing for them. Can we get support from them? No, because they can't do anything. What happened in last year, on July 5th,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 something against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died, and Chinese government still lying about what happened that day. So, that's how we connect with those people, but it's not eas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Hi. I'd like to ask, considering the sacrifice that your mother has made, what effect does it have on her in the ways that these people are, in fact, supporting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you say that one more time? Considering the sacrifice that your mother has made, what effect does it have on her if she hears that these people support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that they actually agre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your mother has made? You mean to say, the Uyghur people stand with Chinese people? Yes. When and if that happens, what effect does it have on her mother? I can give you one simple answer. Uyghur people never stand with Chinese people, as long as the one a drop of blood runs in the rain, and it's Uyghur.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work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a spy. But in your heart, you're Uyghur, you support the Uyghur cause. They have no choice. That's why they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There's some Uyghur people, yes, they always look like they seem to be standing with Chinese. But they have no choice. They have to feed their babies. They have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They have to work. They don't have any other choice except saying, yes, you're right, and we're standing with you. But if it comes to Fort Wayne, if they have to shovel up, they will. because we've seen that last year of the life event. So that's what happens. 唯獨人,我們這張血裡面有任何意義為主的血, 我們永遠不會跟中國政府站在一起. 雖然有些人過於生計,必須替中國政府作出, 但他們的心還是唯獨的心. 他們也許為了養小孩怎麼樣? 他們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站在中國那一方的. 但是他們的心是唯獨人的心. 所以即使必須留寫,他們也會再出來留寫的. 去年新加拿來發生了一些留寫事件,就是這樣來的. 였好? 為什麼才發生了一件事? 我一直以來 bana又要可能想 revol prisoner那樣 creier著中國人公民, 或者這樣較死亡, 是不是猜中華我小的靠近將有正代祖。 中國人 voluntary香港在arenth We're talking about saudiurs people we're talking about voylzer people They dropped everything If this is what's happen to woyzer people Im not doing it They ran With that example.There is no woyzer out there Their hearts does not beat. 它是從東亞蘋果的回落 有人真的以為 維族人喜歡中國共產黨來統治東北的經濟山 其實不然去年7月曜的流血事件 當時我們看到 維族人他們在政府單位 在警察單位 甚至在國安局裡面工作 當這個我們這個 維族人民開始行動之後 這些在政府單位 國安單位 職場 他們工作的維族人 他們全部都站出來了 他們放棄他們的生計 所以這就是 我可以給他這個很好的歷史 這些維族人他們的心還是 維族人的心 所以還是與維族人同在的 謝謝 我想要後面一點 在那時候 在騙子裡面 我對 我對 小大聲也好 就是我對騙子 在那時候 四人們被抓走 一年後就離開了 另一人離開了 九個月後 二人都還在 prison 年輕人都還在 prison 一人被罰了 九個月 另一人是八個月 所以他們還持續四個月 但我並不確定 中國人民有希望讓他們離開了 兄弟姐妹他們當時被捕 四十四個被捕 後來之後有兩個 整個在一年多之後被釋放 那現在有一個被判了九年 有一個被判了八年 所以他們還有四五年做到的時間 我不知道說屆時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因為他這幾年 就是跟母親有所爭吵 那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他是不是比較對於這個微博的運動 比較不支持 那現場看到還是不是這樣子 他就是想要請他說明一下 這個其中的一些改變的轉折 這樣子 他還沒有認識 我告訴他昨天他還沒有認識 我希望有人會問那個問題 我一直以為我的媽媽 我一直以為我的媽媽 I never sided with Chinese, never thought Chinese government was doing anything right Nothing to do with Chinese, me and my mother are personal The story behind that is, my mom came out 2005, March 2005 The film started getting shot since 2006 At the time the film was getting shot, then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got to prison All four of them, that's the time that I got so much I was under so much pressure and I was totally lost I always wanted to find a reason to blame on someone Because I just don't see the light in a dark tunnel So the only thing I can blame is my mother Every time we get together we just fight And I always ask her, maybe she should stop doing what she's doing And then try to let my brothers go I said that, but I didn't mean it I always say it when I fight with her I felt a little better I found a way to make myself a little bit comfortable But toward Ian, none of us won I became so much miserable And she almost stopped doing what she was doing Because I was so critical And we probably bought about three years I was never nice to her And I'm sorry, I'm ashamed to say that And especially in that part Every time I see it, I just want it to disappear Because I was so rude to her And I was really I still had to translate Because I was the only translator there My son didn't speak Uyghur So I had to translate But I was so rude And I didn't realize Jack put that part in a movie I was supposed to see before it comes out So anyway, it made a huge impact That's all that matters Doesn't matter how I look It was rude I was true to my feeling And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I struggled with And the film, the Jack was there at that time So, that's what happened It's nothing that I was not supportive of my mother I'm 100% supportive Sometimes she feels like she's down I always encourage her We're not fighting for people outside of China We're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inside China Stuck inside China And that's how we're fighting for So, you know, you go for it And we're behind you So I'm always 100% supportive of what she does 我想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 我也期待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跟我媽媽有那樣的爭論 就是說我支持中國政府 我從來沒有站在中國那一方 我那時候是因為我媽媽她是2005年 被中國從老理院釋放出來 2006年以後開始拍這部電影 那我的四個兄弟姐妹 就是在這部電影的拍攝期間被捕的 所以那時候我個人的壓力非常大 常常想要找些口去指責別人 就是想要怪罪別人 因為我自己好像處在一個黑暗的隧道裡面一樣 所以我每次都都 我每次指責都像是我母親 我每次看到她就是跟她吵架 我希望她能夠停止她反對中國的這樣的活動 可是我只是要發洩我自己的情感 因為我每次跟她吵吵之後 我會覺得舒服一點 覺得好一點 可是這樣子我們這樣子吵 對我來講我變得很悲慘 而且我母親也因為我這樣子 常常批評她指的她幾乎停止了她的 就是為主人而戰的這些運動 那我們兩個這樣子的爭執大概有持續三年的時間 其實我現在回鄉起來 我覺得非常對自己感到非常羞恥 我看到電影裡面那一部分的時候 我是因為我想要消失 那因為在電影裡面那一部分的時候 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當場沒有人可以幫我母親翻譯 我的兒子還不太會講為主語 所以我只好當場就幫我母親翻譯 那時候拍這部電影導演在現場 我不知道她把這個片段放到電影裡面去了 因為她把這部電影公開之前應該先讓我看過 不過我那段影片是呈現了我真實的感覺 我真實的掙扎 但是我並不是支持我母親 我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她 我支持她為 我支持她不是因為她是為在中國之外的為主人而戰的 她是為在中國之內的那些為主人而戰 所以我跟她說你就繼續為為主人而戰 我百分之百支持你 我很好奇 我也很想聽你徐老師的意見 就是說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說 那個東土伊斯坦 你們是用什麼策略在做這樣的運動 因為比較那個就是西藏族運動 他們其實已經進展 就是可能有人會這樣使用 所以他們已經進化到把它變成一種宗教式 就是說像比如說很多人都認為 台灣是一個是全世界對於藏傳國教最友善的地方 全世界密度 藏傳國教中間密度最高的就在台灣 那甚至藏傳國教也被時尚化 它變成好萊塢所有藝人認為是靈修最好的一個信仰 那我不知道那個就是 東土伊斯坦的運動 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策略 你們是不是也會用 也適合用信仰的方式去跟其他阿拉伯國家 或者是同樣信仰的國家做結盟之類的 我一直很好奇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問題 可能會比較殘酷 就是說我想每個 每個真實受難者的 其實 其實真實受難者固然 固然值得同情 但是其實最值得同情是他的家人 那我想是不是 因為我們在片子裡頭 你有看到就是說 瑞比亞也曾經有被暗殺的意圖 那我想這對這些受難者的家人的壓力會很大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一直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然後是不是熱意讓你 你未來有可能會去承接這樣子的歷史任務 OK 謝謝